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昨天我们口罩响应外交的 一共有超过10万人 已经响应了100多万片 27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推出护台湾驻世界运动 透过健保快一通APP 可以把过去未领的口罩配额 捐给其他国家 对此有网友发现 15日政务委员唐凤的推特 似乎就透露消息 并称赞唐凤的高效率 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去看到说 这是全世界的情况 台湾现在状况稍微好一点点了 那我们就开放 让大家的这个爱心 能够响应我们的 对国外的医护的人道援助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说 护台湾驻世界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 台湾发起捐口罩人道援助 不过外界也关注 台湾目前口罩产量 是否能因应对外捐赠 经济部长沈荣金受访时表示 本周口罩日产能已达1700万片 预估5月中达到1900万片 将上看2000万片 这个新疫若要超过这新疫 那必然就要超过14.9片 作为国内供应的更足 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 能力来说 国外要捐的比大家新疫还要多 目前台湾捐赠口罩 协助疫情严重的国家防疫 包括美国 日本 澳洲 德国 荷兰 以及欧盟官方单位等 超过10个国家 各国赞赏台湾 除了防疫表现好 也懂得分享防疫成果及物资 凸显台湾在防疫上扮演重要角色 新唐雅台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